歡迎大家來JVM一城鬼 然後我們在5分鐘後會開始 那我先帶回來宣導一下 其實我們有在樓下有攤位 三...多少? 309309我們有一個JVM的攤位 那這個攤位裡面我們有獎品 就是獎品的內容是什麼呢 是限量版的Cutting杯包 還有Cutting的獨家和溫陶瓷杯 那陶瓷杯就是一個嬌小的杯子 那其實有時候可能天氣冷 然後會想要喝一點熱的 它其實就有保溫的效果 可以隨隨隨地喝到熱的茶 喝熱的奶茶之類的 那要怎麼拿到 就是只要在這個一城鬼 跟任何三位的江澤合照 然後再加上如果有問江澤一個問題的話 就得到這個資格 那問江澤一個問題會得到一個 對 會有小小的證明 然後到時候拿這個小小證明 跟三張江澤合照 可以去我們攤位 索取兌換背包 或者是那個 陶瓷杯 嗯 然後這個上面的QR Code 是我們相關的社群的QR Code 可以歡迎加入 第一個是Cutting Taiwan User Group 就是一個在台灣的Cutting的社群 也是在這個會議中 最主要的人員就組成 然後第二個是Android相關社群 Android相關社群 有Android台北跟Android讀書會 好 那再收待一下 沒問題 沒問題 感谢观看 好 他有两分钟大概休息 对了 这边有一本书是我们社群人员 其实也不算社群人员 就是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一个ID叫 Intelligence 或者是RubyMine 或者是Android Studio 他们背后开发的公司是Jet Brands 那Jet Brands的员工 然后他们 他的title叫传教士 Jet Brands传教士 写了一本书 最近出版了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翻阅一下 他写书内容 他写的书是Colin克拉逊的介绍 好 时间到了 好 那 今天的第一个讲者是Chaos 他很特别 他 还是一个高中生 然后今年升大学 其实去年他也有来演讲 我觉得就是真的蛮难得的 就是这么年轻的人 然后来投稿 然后就还投这么硬的东西 其实我也蛮有兴趣的 因为其实我当开发者 当那么久 就写Java 写Colin 应该至少有七 八年了吧 其实我没有认真研究白口 也很期待今天的演讲 好 那我们就来欢迎Chaos 好 各位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在这几年来学到 从JPMBike里面学到的一些知识 还有中间学习的过程等等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自我介绍 好 我本名叫林凯佑 然后现在是担任B语言的开发成员之一 同时我也有在自己做一个 程式语言叫Cask 可是现在改名成另一个叫Yako 他也是用Colin写的 而正是因为我写了这个YakoLand 之后对于JVM Bycode 有更多的了解 而今天我就要带大家来更了解 JVM Bycode是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又要让大家不要那么畏惧它 那如果我们要提到JVM Bycode 它是什么样的概念之前 我想要先来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要学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乍听之下 感觉是一个非常硬核又冷门 而且StackOrderflow上面 或GitHub上面也很少比例 会看到这样的topic出现 但是我想要来和大家说明 这个技术的重要性 首先应该有些人有听过这个 韩式库叫ASM ASM这个library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 针对一个编译好的class file 去做一个transforming 也就是转换 转换成你想要的形态 一如右图所示的 我们要把 man function里面的 一段字串替换掉 把那个original 换成transform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用ASM 的library去做一个transformation 然后generateclass的话通常是用在于 我们compiler要生成JVM backend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用ASM的library 去做一个generation 而visitclasses的话 如果有人知道说 怎么用JavaP这个command line 的command的话 就会知道说 它其实可以把一段一个classifier里面的code 给dump出来 用人眼人脑可以理解的方式 回传到command line上面 而它主要的技术就是用visitclass 这个技术来达成的 就是借由访问每一个 每一个bicode的一些location 然后去反馈成一个我们人脑可以理解的部分 而还有一个是比较少人知道 但是它其实技术含量也蛮深的 这个可能只有Minecraft模组开发者才知道的 叫做Sponge Power Mixing Sponge Power Mixing的话 它主要是帮助我们去针对现有的 现有的code去做一个transformation 假如说我们想要在 现有的游戏code里面去 硬塞入一段我们自己设计的code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library 就是如同我们第一项所写的 inject custom code into exist class file 它就是如此的简单暴力 而第二个的话 它稍微比较难理解 但是你可以让一个现有的class可以有一个特征 也就是有点像interface 但是它是一个trade 最不方便解释 但是它其实针对日后一些游戏的开发 有时候会非常有用 介绍完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如此一个硬核的冷门技术 那么我们要来稍微介绍一下 bycode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bycode的话如同各位所见的 右图 它有 它有一个类似struck的档案格式 而这些u4,u2,cpinfo,fillinfo,methodinfo, 或attributeinfo都是一个bycode里面会有的东西 在这里的表示通常都是一个位元 也就是一个onsignbyte 而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bycode它的特征 因为我们如果介绍它档案格式的话 这样有点太无趣了 这里bycode它的特征非常显而易见 由于它是由byte组成的一个档案 所以它的档案大小会比我们写的程式语言 java或者是colin可能会再小一点点 在比较大型的程式里面会比较容易体现这个特征 而第二个就是war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词 叫做write once run everywhere 它其实就是指我们有了一段bycode 然后在不同的OS上面有JVM 一个虚拟机器的话 那不管我们在哪里执行 只要有JVM这个机器 都可以执行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第三个比较稍微冷门一点 是我们借由bycode这个简单的形式 是可以让just in time compiler去更好地优化它 由于我们的bycode它是呈现一个非常简单的形式 而不是我们所写的code 有时候会有ambigility的问题 所以bycode它没有ambigility的问题 可以让JIT更好地去优化它 包括inline等等的优化 但是bycode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不好理解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我们不常会直接去看的 因为它其实没有什么用途 但是同时也是劝退很多人的几个点 首先就是它其实你直接去看它 会得不到任何的有用的资讯 像是我们下面看到的 如果你用VSCode去开启一个class file的话 那么我们开启的class file里面会长得像这样子 这些通常来说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些一小段的code里面 会是你读得出来的一些资讯 像是JavaLangObject 就是很明显就是object class 但是这些都是存在于constant pool里面的 所以其实你知道了有这个class 但是你不知道它的用处 所以你还是不知道它这个class file里面 到底是会运行出什么样的结果 而第二个是比较少人听到的叫做WOD Write once debug everywhere 在比较早期的JVM年代 可能Java1左右的时候 它那时候OS支援的还比较少 或者是它的社群还没有发展起来 而我们JVM它 VM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 OAS上面执行都应该要执行出相同的结果 而在以前年代很少人去维护的情况下 有时候没有谨慎的去做出一些测试和规范的话 在不同OS上面的JVM会执行出不同的结果 所以就造就了Write once debug everywhere 这个结果 而第三个 backward compatibility 相信有学过Java的人都应该知道 范形不存在于runtime 它会被type erasure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Java6的时候 范形还没出现 在Java6以前范形还没出现的时候 它Bicode的class file里面都没有generic的info 而为了要让Bicode 这边的Bicode有个阻止就是 它是要建立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所以你不能去随意更动它现有的结构 你只能在后面去增加一些 去增加一些你需要的特性 而这就导致了 我们不能去增加 因为Generic是个东西在class file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看起来有点不太合理的机制 叫type erasure 在C-sharp的CIL 也就是common intermediate language的话 它其实没这样的问题 因为某些原因上来说 它其实技术要做得到也是可以的 只是JVM的话 目前来说是我们看到 它应该是还没有任何一个proposal 可以解决这问题 而JVMBicode还有另一个很头痛的点 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stack frame stack frame的话 在每一个method里面都会有 像是我们所看到的 如果我们要执行一个return1加2的statement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stack frame会是长这样子 它会先把一个1推到stack上面 然后再把一个2推到stack上面 在最后执行加法这个动作 并且return回去 而stack frame的用处 由此可知 它就是要明确的定义说 我们每一个指令码前后 它对于一个method里面的stack的操作是如何的 主要是记录它的type是违和 而正是因为有了stack frame这个东西 所以在JVMBicode里面 就算有了go to这个指令码 也不能乱用 因为要计算stack frame的话 我们要有很明确的type 在stack frame上面要有很明确的type的指示 所以go to到某个点的时候 如果你的stack不符合那个点的话 它会没有给你过去 那么讲完了一些JVMBicode的一些知识的话 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学习这个技术的 这一开始通常都会避不了 要先从去看我们oracle的JVMBicode的specification 但是看完了之后并不一定会懂 所以我还是决定在大概一年前的时候 开始去研读一些有关于VM的知识 而我这里调列出了三个最主要VM它执行的workflow 第一个我们要先把bycode 我们要先把一个东西创建出来就是bycode 而不管有没有另一个语言去convert intobycode 我们只要有了bycode 通常来说就可以在执行到下一步 也是送给我们的virtual machine去执行 而virtual machine执行完之后 就可以把结果丢到我们的IO上面 那么我们要来仔细思考一个问题 bycode它的形式是非常严格的 它不像我们人类时候使用的自然语言 它其实是一个人工语言 而为什么JIT可以那么简单的去优化它 就是因为它的形式非常的严谨而简单 它格式不会突然给你跳出一个会有ambigility的问题的一个形式 所以它就是定义明确的一个东西 所以format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实作的话 就不用去管format到底多么严谨 我们只需要去设计我们的instruction就好了 因为constant pull等等class等等oop的一些细节 在一开始实作上是非常难的 我们其实只要去针对指令码和它的后缀的一些operand 去做一些细节的规划 就可以达成我们所需要简单的bycode的要求了 而在我VM的实作路上面 我会觉得说IO其实是一个很客观性的需求的一个东西 IO其实你要没有要 你要不要其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如果你要学一个技术的话 我会推荐你实作一个小IO就好了 最主要就是让结果可以反馈到你这边来 知道说我们这个机器执行完 到底是不是给出我们要的答案 那么解释完了大概的流程之后 我想要再跳到JavaC Java的compiler 它的workflow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而我们的VM又要怎么去从JavaC 这个部分来学习它 JavaC有各位用过的如此 它是把我们的点Java的class 的file把它转换成bycode 也就是class file 再最后送去JVM去执行 而我们就会有了右边那个冰山图 首先我们bycode之上是Java 因为我们要有了Java才能编译成bycode 或者是Codling或Scala或closure Groovy等等都可以 但是我们避不了就是会有一个比较易懂的layer 去让我们撰写 并且最后让compiler去编译成bycode 而bycode 就看如各位所见它是在水底下 因为它水是非常深的 它这里会遇到一个难点是 它的格式是非常不明确的 就是对于说一开始直接学的人 会比较不容易去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而最下面那个JVM的话就更复杂了 由于JVM它的一些技术实现上的细节 它很多都是用C写的 而且有时候免不了会用一些很邪门的技术 去实现一些功能 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看得懂 但是更不能理解它 更不能体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这里这个冰山图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而我们如果今天要实做的话 我们其实不需要Java那一层 我们就直接把bycode推到最上面的 因为我们要实做一个VM的话 bycode不需要那么复杂 只要一些instruction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bycode 从冰山的中间那一段 推到冰山的顶部 它就相对比较好的去实做了 VM的话相对还是比较难一点点 但是只要稍微能够知道说 VM它是read by line的去执行 它的bycode的instruction的话 那就会知道说其实VM也没那么难 所以它其实也没那么难 但是只有一个点是因为 我们要去做一些操作上要考虑的细节非常多 例如我们的conversion implicit conversion之类的一些规划设计 如果说我们要看V8的引擎 一样不管它的type是什么 或是python的code python的vmcode 不管它行别是什么直接add的话 那么其实实做上是非常简单的 就只要全部都转换成double之类的 但是我们这里通常来说 一个静态语言的话 还是会主要希望是 以比较明确规范的形式去定义一个bycode的instruction 介绍完了我们大概的工作流程之后 我们可以来终于可以来实现一个VM 而这里我会比较推荐实现这两种VM 一个叫Arythmatic VM 也就是各位所熟知的计算机 它就是一个可以达到基本四则运算的VM 也就是你给它一段的四则运算算式的话 它要能计算出对应的结果 这是比较简单的 而另一个叫Standard VM Standard VM的话它会包含一些 例如控制流变速存取等等的一些 功能它会比较难实现 但是也还算是可接受的范围 在下一阶的话就是我们所熟知的JVM那些的VM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一些OOP的功能 所以会比较难去实作出来 但是久而久之 如果你对JVM的实作更为了解的话 你就能相对的实作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VM出来 甚至你可以自己去创建一个OpenJDK的Fork出来 去写一个你自己写出来的VM 也就是让JVM Bycode可以在你的VM上面跑 这样也是可以的 最主要这里的环节是要让各位知道说 实作可以带来一些熟悉感 我们去看Bycode的一些Specification的话 就会发现说 它其实里面是非常定义 定义严谨 但是你不太能去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最主要还是从实作 就会比较好去体会 就是Bycode是什么样的东西 而我想要来介绍 我有实作过的两个VM 第一个是用V语言写的VIR Iridium VM 它其实就是一个程序 单纯程序性的VM Procedural VM 而它能够最简单的执行出来 下面的code 也就是我们下面example讲的Facterial 5 也就是阶层5 而下面就是要怎么去实现 计算出阶层5的bycode 经由你严谨定义明确的bycode 制定出来 然后你再去设计一个function 去dump你所接收到bycode的话 你就能得到这一段 这一段的 类hexdump 但是又不是hexdump的一个结果 它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让 我们人更好地去吸收理解说 这一段code到底在干嘛 而上面的话 因为我没有明确给出 它这些opcode到底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单纯就看一看就好了 而registers的话 它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 因为VIR它是一个register-based的VM 我们要知道VM它有分两种实作方法 一个是stack-based的 另一个是register-based的 stack-based的话 就是如同JVM和CIL那样 它就是利用对于stack的操作 而去达成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而LLVM就是利用register-based 就是用register去存变数的 但是我这边是利用简单的去呈现出来 register如果要存变数的话 会变成这样 而我们回到最一开始 我们这个VM实作出来有给一个程式码 它是要计算出接乘5 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unction里面 有四个register有被用到 首先是6和120还有6和16 这四个值来说的话 你会看不出来这到底有没有计算出结果 因为它不像是... 因为这个VM我们有设计的非常严谨说 它必须回传一个值 但是我们可以藉由一些自己设计的指令 去dump说它的register目前长什么样子 而我们可以看到说 阶层5 人脑很容易就算出来的是120 而我们如果这时候在register看到 诶? 第二个register它上面的值确实是120的话 那通常来说就是你算对了 但是这个register-based的VM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你设计的时候会非常难设计 因为要去顾虑到说哪一个register要做哪一个工作 这样来说的话对于一般我们写程式的操作来说是比较不明确的 所以registerVM是相对比较难实作的一个VM 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题材 另一个的话就是stack-basedVM叫做Cogware 也是我做的叫CogwareVM 它是用Rust写的 而它的功能就是能够执行出类似一段Python code的VM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这一段Code是我使用类似ASM的技术 还有它所使用的VM 这等一下我们会讲 而去实作出来的一个Bicode Builder 而这个Bicode Builder 它藉由这样的去建置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左边的这一段Bicode 其实就是等效于右边的Python code 这部分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叫是Nested Function这个问题 因为Python里面它确实是把一个function 每次抠到的时候就定义好 就当作一个instruction在declare的 所以它确实是每一次进入到这个function之前 我们如果在第二行看到dev mode的话 那么我们每次在进入add之后 我们都会先定义一个mode这个function 然后最后在return上面执行mode这个function 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内串Bicode 藉由一些loading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的结果 也就是内部的一些data format 例如addition或者是function declaration等等 最后我们经由loadingBicode之后 load到一个VM上去让它真正能够跑出来 最后我们就可以利用VM去execute这一段Bicode 而这一段Bicode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 就可以直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输入进去的值到底是什么 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又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而这里我想要再提一下 刚才说的JVMBicode的instructions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 JVMBicode的instructions 它不像python或v8的VM那样 那么的有混淆性的问题在 它其实是一个定义明确的东西 如同各位所示的上面有四个Bicode的operation 第一个是iadd 第二个是istore 第三个是fadd 第四个是fstore 而这四个Bicode的差别 我们会一一来讲 第一个是iadd 它其实就是把两个整数加起来而已 把你推送到stack上面的两个整数加起来之后 再把结果推到stack上面 最后你的stack上面的元素会从2变成1 而istore的话就是把stack上面的一个值拿下来 并且存到local variable里面 它也就是把stack的元素-1了 而add和fstore就更好理解了 它就是针对float去做的操作 那么有人就想要问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出iadd和fadd 不可以直接弄出一个add吗? 可以 但是这中间就会牵涉到一些conversion的问题 我们如果要做出如此通用的实作出来的话 就会发现说有可能会有精密度的问题 而jvm它就是为了避免我们刚才提到的wode 这个问题 所以它使用更定义明确的add和fadd 去区别说我们对于两个型别的加法是要严谨 它们两个都是要同一个型别 而且要用对一个opcode 它才会让你去执行 如果你这时候给出一个是float 一个是integer的话 那么加起来的时候 甚至是在loading这段classify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说不行 不行去执行这段加法 因为它两边的operant的type是不一样的 而为什么java可以在还没loading进去就知道这件事呢 也就是归功于我们的stackframe 它可以先帮我们去 去verify验证说这段code的type是不是对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把它放到vm上去执行 也就是让jvm稍微安全的很多 因为bycode这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想象力无穷的地方 它没有什么 它不像我们的java那种 它有明确的statement expression等等的compiler的限制 它就是一段opcode的要执行 可以强制执行你想要的东西 当然会有secondfold也不意外 但就是主要是归就于说 这个vm它有没有verification这个过程 去确保说它的run time 不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而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四个bycode的opcode看到说 其实jvm bycode它很多的opcode都长得一模一样 只有前缀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会有可能ladd的 都是针对不同的行别所制定出来的加法的opcode 而介绍完了我们的 介绍完我的vm实作的经验之后 我想要来和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ASM它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没有听过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很邪门的东西 因为它要把一段我们编译好的code 转换成另一个东西 感觉有点不太直观嘛 很幸运的是 ASM它使用了一个技术也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我刚才在cargware vm上面所使用的visitor pattern visitor pattern它有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 比较直接的去针对我们要做的操作 去做一个emission 也就是把一段要使用的code 注入到那个opcode的array上 而我们这里有三个主要的visitor会用到 第一个是classvisitor classvisitor的话大概长这样子 它其实就那么简单朴实就对了 它主要接收的有六个参数 但我这里只想出几个参数 第一个是version 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说 jvmbycode它有明确的version的限制 也就是意味着你的 你用jdk8去编译出来的code 你其实不能在java1上面去执行 很简单 你会人老说很简单说 因为他们两个版本 一个编译好的版本比较后面 另一个是比较前面的 但是jvm这里使用的是更为明确的定义 就是我们会有一段code 会先让编译去去 让jvm的去检查说 我们这一段code 是不是可以执行的 假如说我们是用jdk8去编译出来 一段class file的话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它丢到 jvm16上面的话 它就会发现说 这个class file是在8上面所编译的 因为由于backward compatibility的话 我们的jvm16就可以去安全地去执行 这一段class file 而下一个field叫做assess 这个东西比较难理解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字串来推敲 首先是accpublic accpublic就是我们在java code里面 常写的publicassessmodifier publicassessmodifier就是让我们其他地方 都可以存取到这一个class 而下一个就比较有趣的 叫super 我们先跳到supername这里看 supername就是我们 这个class要继承的 复类别的名称 还有它的位置在哪 而我们这里有一个class 叫做coscop 它要继承的class叫做 java-land-object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object class 而object class的话 我们为什么coscop 一定要明确定义说 我们要继承object的东西 由于jvm的设计 我们不管 和时和地写出来的diff的code 永远都会继承object这个class 所以我们如果要实作出一个compiler 而也是用jvm来当作backend的话 那么我们每次一定都要 如果你的class是没有加任何的extend的话 或是implement任何interface 你都要有一个acc super的assess存在 而且supername都要是java-land-object 而name的话就跳过 它就只是class的name signature的话跟generic有关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不太多 所以就不多做赘述 interface的话也就跟name一样 或者supername 它就只是去让我们的class 有了一些界面的一些特征 而visit完这个class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一个object 叫classvisitor 很简单 classvisitor能够后续去call 那些fieldvisitor和mastervisitor 而我们现在讲fieldvisitor fieldvisitor的话它一样也有assess 也有各位比较熟悉的public和static 这些都比较简单 descriptor的话就只是这个field 所存的内容物它的type是什么而已 signature的话也是一样跟刚才一样是generic 但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什么叫做value value它到底这个permit到底在做什么用的 如果各位知道 各位有写过java的话 会知道说有一个形式是很常写的 叫public static final 我们在使用static final的时候 如果后续在使用reflection去强制set 这个field成另一个值的话 它会给你security exception 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field实作上面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一行字 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额外操作的话 通常来说 不管它你的assess有没有加static final的话 它永远都会可以让你去复写 而加value的话就不能被复写了 为什么 因为它jvm里面有一个attribute叫做constant value 而constant value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个field 它的值是来自于constant pool里面的 而constant pool就很明确的规定说不能被变动 因为它如同字面意义上的 它就是一个常量值 它常量值 里面的值都应该是永远都保持一个形态的 所以value这边的定义就是 如果你要 如果我的field存一个string的话 那么我这里就可以给pass一个string过去 如果你这边存的是一个integer的话 就可以pass一个被封包好的java lane integer进去 它就会帮你在这个field上面 加一个constant value的attribute上去 就可以让这个field不能被reflection shape给变动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visitor master visitor master visitor的话就更好理解 我们在经历了两个visitor介绍之后 就可以发现说 其实都大同小异 所以就只有它多了一个exception 就是我们java里面会比较常用的 一个function declaration 后面会有一段flow的 会有一段flow 然后后面会明确指出 我们哪几个class 哪几个exception会被丢出来 而丢出来之后 我们要再去handle它 这就是我们在这边exception的用处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asm我对于它的使用心得 asm它其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但是同时也会让你可能变成java支出一样 变成光头 由于它的asm 刚才讲过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stack frame 所以asm这边会有一个东西 会有一个method叫做visus max 它可以自动帮你计算出来 就可以让你不用变光头 你就不用再去担心说stack frame上面 要是怎么去明确的去emit它 就如同我们第二点讲的 而第一点的话主要是要跟大家讲 jvn里面它有很多bicode 都是已经事先定义好的 例如iconst i iconst er等等 iconst e的话简而 显而易知就是要把一个integer e 推到stack上面 但是asm它可能内部有一些设计 它会自动把这个东西都转换成ld 所以如果有很考虑效能的朋友用asm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建议不要自己mapping 如果要mapping的话 可能就是稍微fork一个asm出来 让它正确的去把你想要的upcode 直接放到instruction里面 因为它永远都会把它转换成ld 去使用 好 刚才也差不多时间了 我们要来稍微总结一下了 如果你学会了这一门技术之后 那么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其实有很多的路径可以继续去专研这一门技术 首先有jarp verbus class name 这个是在安装jdk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指令 它是让我们一开始讲的把class file dump成我们人 人脑可以去理解的形式 然后最后再执行 再把它的opcode等等的information给写出来 如同右图所示 我们就会看到说一个class里面它的一些细节是什么 好 第二个途径是你可以自己去阅读 oracle它的jvm documentation 它的documentation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也有明确定义说有哪些instructions 还有instructions的用途和用法 而第三个就是直接上场啦 直接把你所学到的jvm bycode知识 用在你的另一个真实世界的一些application 例如一个compiler 或者是像刚才说的minecraft mode 会使用到的sponge power mixing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知识 去模改minecraft里面的一些code 而这一段的话主要还是第一个会非常有用 因为java compiler它其实够严谨 而且它就是由jvm的同一个单位oracle所研发出来的 jvm的specification也是由oracle所制定出来 所以它的java compiler其实是最好的一个学习途径 藉由你写出来一段等效的java code出来 如果你要把这段code变成你自己compiler 要去编译的程式语言的话 你可以先写出一个等效code 经过java compiler compile出一个classifier之后 再用java pverbus去反编译它 去看说这段code它是如何去实现的 然后再来模仿它去实作这个功能出来 而这就是大概我这一趟旅程下来所学到的知识 大概就这样谢谢各位 好非常精彩的演说 其实中间我很想要把它打断想想会有很多问题 但我要先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这次演讲 我们时间应该剩蛮多 还有至少7分钟时间可以提问 没有啊 嗯 你刚才想到ASM是什么缩写 啊 ASM它其实就是 你说缩写吗 它是什么缩写 它其实不太严谨定义上来说是一个缩写 它只是一个韩式库的名称 而JVM Bycode就很像我们机器的Assembly 它只是把借名一个Assembly的名字固来挪用而已 它其实跟ARMAssembly或X86Assembly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关联 只是因为JVM Bycode它只是一个比较底层的东西 所以它就用这个名称 想问你 这个人会玩什么开始啊 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要学JVM Bycode的话 不妨可以从魔改Minecraft下手啦 因为如果再去学一个compiler的话 可能会有点 有点太overkill了 直接去魔改Minecraft code的话 你只要去学怎么去编 怎么去做个Minecraft mode 然后再去研读说 Sponge Power Mixing 要怎么去使用 注入一段你的自己的code进去 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些成效出来 还有其他 有 Hello 你好 我叫Tony 刚刚谈到一个ASM 为什么知道有什么应用的情景呢 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次吗 他说的ASM这个Library 它有什么应用的地方可以 ASM它的应用情景的话 情境的话比较偏向底层的操作 如果像是compiler 你要编译出来一个 你要你的compiler有一个JM backend的话 那么你就用ASM这类的韩式库 去编译出来一个class file 也就是说它比较像是一种 底层的编译工具 把你想要的OPcode编译出来 变成class file 然后你就能去执行了 也有一些公用是说 如果你想要fork一个Library出来 但是你没要直接对那个class file去做更改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用ASM的技术 去模改那个JAR里面的class file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个人私心问一个 就是其实我一直很后期 那个visitor pattern是用在哪边 visitor pattern visitor pattern 我目前见识到用的比较好的就是ASM这边 而visitor pattern的话 它主要是要看我们要做的一些功能 而去制定说我们要用哪个pattern去做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例如factory pattern 但是如果这里用factory pattern的话 会比较有点不太嘎嘎上边 因为我们没有前后文关系 只有每一段code 它就是一个明确的OPcode 这样去编译下去 所以visitor pattern就比较好 它就是一个function code之后 它就直接把一个OPcode编译上去 不会有任何context上面的问题 所以把那个OPcode编译上去 是为了要做什么事情 把那个OPcode推上去就是 就直接把它变成class file 但是我们最主要这边要推上去 一个arrays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generation的话 是因为我们要让asm去能够自己计算出 它的stack frame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不推 你可以自己硬核一点 直接搜写那个class file 但是asm这边的用意是 要让它能够记录说 它的stack frame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你如果人工去计算 stack frame的话会非常的难 好 了解 好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长虹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写i-code嘛 那不会去 就是没有办法去更多它的价格 那如果说要扩充它的话 你有什么一些实力 就是像扩充Java的一些 像你有说用visit pattern 来去检查这个什么 包括state define 或是pivot这些等等的 那你有什么很简单的一个实作例子 可以扩充某一个语言之类的 谢谢 这边 因为如果要 要用visit pattern 去visit每一个 by opcode的话 它的过程会稍微 就是前置作也会有点稍微复杂 但是我们通常这个 在visit的时候 比起visit generation比较简单 但是visit的话 目前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冗长的 我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example 我可以直接去做一些visit的方法 但是 我有看到stack overflow上面 有人有分享过 因为这个应用情境会比较少 因为毕竟有了java p 这个command之后 就比较没有需求去再做一个反编译工具出来 对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visit pattern 在ASM里面的用法的话 可以 可能 直接参考我的编译器 就是yakolang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那个等一下来找我 对 好 呃 最后有问题 因为 差不多了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目前在做像这种compiler 这种jvmbycode 遇到最难的议题是什么 目前jvmbycode的 我在做compiler这部分 在隐秘成jvmbycode 这个最难的部分 应该是莫过于 对于 OOP的一些检查 例如说我们计程数的 upcasting 和downcasting 这部分 这部分是runtime 要去检查的 而是要你人工自己去推导出来说 他到底能不能被正确的casting上去 或castdown castdown的话 只要检查是不是同一个计程数就好了 但upcasting的话 要检查整个计程数 他是不是在里面 而且他是不是在 target type 是不是在计程数的 上面 这个就需要用到一些演算法 会比较难 另一个点就是说 我们 因为刚才说到的jvmbycode java里面有很多的ambiguity 是我们没有 一开始人脑会比较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这算是ambiguity 例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个function 在interface和我们有一个同样的名称 和同样的function signature 在另一个他继承的class上面的话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正确推导出来 这个function如果被code的时候 要去使用哪一个function 这就是会有ambiguity的问题 而这就是我们compiler 要自己去解决的一些细节 对目前是我实作compiler 和jvmbycode这部分 这部分来说最 比较要花一点时间的部分 好 感谢讲者卡老师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我们的摊位上 有一个有两个奖品 就是一个限量版 靠零杯包 另外一个是 和温陶瓷杯 那得到这个奖品的前提条件 就是刚刚提问 得到一个小 正名还有跟 三位奖者 我们任何三位奖者合照 对那如果想要 拿到奖品的话 就是可以 在我们等下结束之后 跟奖者合照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如果对这些奖者 都还有其他深入讨论的话 其实也可以来我们摊位上 找奖者 对对对 三个任何一奖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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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奖者 好 好 那我们的下一场演讲 差不多要开始 那今天第二场演讲是由 Andy 来带来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 Incalling 其实Functional Programming 是最近 蛮多人会讨论的一个主题 你去用全屏幕就 那怎么办啊 然後 Andy也是在社群中 也是有蛮多演讲的一个很经验的讲者 之前也有举办过读书会 那话不多说来 欢迎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dy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Kotlin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Kotlin 其实它支援了很多的范式 那譬如说像是 OOP 或者是像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范式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各种不同范式的优点 来做出我们想要的效果 而不用只是 被某一种范式的 限制住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那我是一个Andy 跟Flutter工程师 那我现在是 会是Hotlin讀書会的志工 那刚刚旁边看那本书呢 我有帮忙审教一下 对 那下面是我的资讯 那我今天会介绍的内容 大概是分为这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我会介绍是 什么是Function 那第二个部分是 什么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会是 着重在说 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要为什么要使用这个 使用它呢 那第四个部分是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在Kotlin 里面呢 比较著名的一个叫做 Error的一个函式库 那它是用来擴充 擴充这个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Kotlin的应用 好 第二个部分是 什么是Function 那其实Function 这东西呢 我们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 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 它就已经知道了 因为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这个概念呢 它就是从数学的理念来的哦 那所以我们先从数学的角度来看 那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叫做 一元二次的方程式 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那左边是我们的 我们的等次哦 就是我们的结果 那我们Fx呢 它会等于右边的这个算式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 x大于2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我们把每个x大于2 会得到一个11的结果 那所以说如果是F3呢 可能会等到18 那F4是2027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说 每一个结果 每一个带进去的值 它都会对应到一个特定的值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 画出来一个MAT的图 那当我们输入一个1到6 或是到任何一个值 我们对应到的是一个固定的值 无论我们怎么样去计算 它都会得到相同的值 也就是说这个禅式 它是唯一的值 它是每一次呼叫 它都会是得到唯一的值 好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是从数学的理念来 所以我们刚刚知道了 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1元2次的Function是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我们怎么样传进去的值 都是唯一的 所以这边是一个危机百克的定义 它告诉我们是 它是一个生命式的语言 然后它的定义就是 把值的一端映射到另外一端 所以这个映射的过程 它是唯一的 就是唯一的 它当然可以多对异 也可以一对多 多对异 不是一对多 所以它可以多对异这样 所以呢 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领域 它是这样子是说 我们把我们的函式 当作是 把我们的计算 我们的值行 当作是一个函式 就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些函式 那它里面要满足两个条件 希望满足两个条件 就是 是没有状态值的 然后它里面用的是immutable 就是不可变的 所以当我们在用cotein 在做一个实作的时候 我们很长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是 传出来的是一个immutable的 一个变数 那这样是 好处是什么 我们可以确保说 这个值 就是我们传出来这个值 不会被变 在这个时间点 不会被变动 那我们传进去呢 它也不会被变动 那我们要怎么样变动 我们要用 可能是 to mutable list 之类的东西 那to mutable list 它会建立一个新的list 那就跟原来传进来 这个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原来这个list 就不会被改变 那nostate是什么意思呢 nostate就是 我们在我们 我们每一个函式呢 我们里面都不会有任何state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state 我们不会 不会 不会根据任何state 来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函式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是这样子 好 那 在讲这个functional programming呢 今天会 大家带要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pure function 就是纯式 那第二部分是higher order function 就是高阶函式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lander expression 就是lander的表格式 那所以第一部分是pure function 就是我们的纯式 那 前面我们刚刚看到是 这个函式啊 就是一个一元二式的方程式 那这个特性呢 就是这个函式有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每次执行呢 我们都可以得到 一样的相同的结果 所以 这是第一个特性嘛 那第二个是 我们不会影响到方程式以外的数值 也就是说 如果有另外一个方程式 其实我们带的x 跟另外一个x是没有相关的 它不会有任何影响 它不会有 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把这个特性 就会把它 引用到我们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里面 那 在程式里面 就我们写程式里面的函式 我们要 是哪些才是我们的 呃 纯函式呢 是每一个东西都纯函式吗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乱数产生器 假设有一个乱数产生器 这边乱数产生器 它的名称叫做 rent int 那它有带两个参数 一个是start 一个是end 那如果当我们没有带参数的时候 我们它的预设值是0跟10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random的一个参数 random的一个方式 一个函式去取的这个值 就是start 然后一个range 然后end 等于在这个range里面去取这个参数 那为了要验证 它是不是存函式 所以我们看看说它是不是 执行的十次 它是不是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那当然 因为它是random 所以它不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好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map 就是当我们 输入的值是0跟10 这个start end 所以我们可以对应到0到10 任何一个值都有可能 所以这我们刚刚的定义 它就可能就不是一个存函式 所以我们刚刚看哦 它是一个存函式 它每次都结果相同结果吗 它不是 它其实不会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外面的数值 因为在它里面它没有其他state 它只有传进来这两个值 去影响 去得到它的结果 所以它虽然它有满足一个条件 但它不是一个存函式 那接下来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数字过滤器 假设我们有一个list 它是 假设我们有一个函式 它叫做large lane 3 那这个函式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带入一个list 这个list呢 是一个 含有整数的一个list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函式 去把 把里面的 大于3的值过滤出来 可能里面有小于3的值 我们就不要了 譬如说这样子 那我们可能会在里面 先 先定义一个 mutable的list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会存入多少值 所以我们用一个mutable可变的一个list 去把它存存我们的result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用一个 回圈的方式 那这边用的是一个for each 那来去把它 去看每一个list 带进来的list的值 那带进来的值呢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条件 也就是我们 中间看到的这个if判断式 来去做一个判断 那所以 这边的条件就很简单 是说 大于等于3的值 我们就会把它加到result里面 那最后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值 把它return出去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数字过滤区 就是 我们如果定义一个list 它是0到6 013456 那我们把它传到 我们的large length 3 的这个 这个函式里面 那我们可以得到 是一个3456的一个 一个结果 一个list的结果 那如果我们执行了多次 譬如说我们执行了三次 那当然结果也是会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map的图来看 就是当我们传进来的 这个0到6的一个list 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3456的一个值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存函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存函式的定义 它每次执行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吗 对 那它会不会影响方程式以外的数值 所以这就是一个存函式 那讲完存函式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高阶函式 那其实高阶函式在我们的functional 就是quotting里面呢 很很常被运动到 那高阶 什么是高阶呢 其实听起来很很悬喔 其实它没有很多悬啊 因为 因为在quotting里面呢 它的function 它是一个一级 一级物件 一级的东西 那什么是一级呢 就是它可以摆在物件以外 就是它的函式可以在物件以外去定义 它不需要定义在函式里面 那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函式呢 它可以当作 当作是一个变数把它存起来 所以它可以把它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或者是一个data structure里面 那甚至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变数 存到一个function里面 然后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铝道 存出来 但是 当我们把函式做这个动作 来做一个存取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高阶函式了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function 就是叫做is even 那这个function是用来判断 这个带进来的这个整数 它是不是一个偶数 那我们这边很简单 我们只是用一个 用一个百分比二的一个方式 来去看看它是不是 它回传的余数是不是等于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存成一个变数的话 我们要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知道变数 每一个变数 它都有一个type 就是它有一个型别 那function的型别是什么呢 那这边是一个问号 那是什么型别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我们带进来的是一个 我们这是我们的input input是一个int 就是int 那我们output是一个booling 那对应到我们这边的这个type 就是左边用刮号刮起来 是一个它的input的型别 然后中间用一个箭头 然后代表的是 右边的是我们的result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的 它叫做function type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是我们的function type 有一个箭头 是一个有一个箭头 在做的 左边是input的值 然后右边是output的值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其实在右边 我们有用一个双冒号 来把这个is even 传给它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在Cotly 这个双冒号 是代表这个function reference 表示说 这个值 它是reference到这个函式 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就是我们先定义了一个函式 譬如说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函式 用reference的方式 去把它传到这个变数上面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完成 这个就是一个高架函式 那我们 如果我们不想要定义一个is even 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等号后面 就直接把这个函式 就把它写上来 那这边呢 我们用一个是大括号把它夸起来 然后我们把内容写在这里面 所以注意到说 这边是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就是包的是一个 一个我们的函式 匿名函式 所以你看这边没有一个名称 没有什么is even这个名称 没有这个名称 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一样是用一个箭头 去区隔说input跟output这样子 那当然这边可能没有一个booling 所以因为这边就是一个booling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这边的check event它的行别 它是输入是int 然后输入是booling 然后我们等号右边的 它就是用一个大括号包住 这样一个动作 那这样一个动作 然后用大括号包起来的 我们又称它是一个lambda expression 就是lambda的表辣式 那高章函式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函式丢给别人做运作 那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说 假设有个list 它是0到5的一个number 就是有一个integer的number 那我们想要去列印它所有的数值 我们只要这样子是numberfor each 那这个for each呢 它就是一个高界函式 因为它把这个println带进来 那我们刚刚看到说 里面前面如果带两个冒号呢 它是我们的function reference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println带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r each里面的实作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reterable的一个type 所以它for each呢 它里面这个是有一个ation 那这个ation就是我们这个ation的type 就是我们刚刚提面看到的是 输入是一个t 那输入是一个unit unit就是在quot里面 就是一个void的意思嘛 所以它就不回传任何值 就是做一个事情 那所以跟我们传进来的println是一样的意思 那只不过这边的t是integer 那看到中间呢 是一个for each for回圈 那它会把每一个带进来的这个值 去做一个辨访 所以它会去每一个值 它都会去执行它的ation 那这边很单纯就是执行这个println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用高级行事 我们就可以减少一些程式嘛 因为如果不用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写这样一段程式嘛 来去列印里面每一个值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lander expression lander expression它其实 它就是一个匿名韩式 那匿名韩式就是没有名称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子一个东西 直接定义在我们想要定义的地方 我们应该说可以定义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大括号定义起来 大括号包起来 然后在箭头前面是我们的参数 就是我们input的值 然后箭头右边是我们的韩式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执行的内容 那所以它的特性就是 不需要韩式的名称 然后如果我们的韩式的最后一个参数 是韩式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韩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lander expression把它 带到最后面 所以我们后面等一下就看到一些例子 它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今天 刚刚看到了那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一些内容 就是我们刚刚了解到说 什么是Pure Function 什么是纯韩式 纯韩式就是我们的韩式呢 就是我们每次输入的值都有相同的结果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呼叫呢 我们是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值 叫做纯韩式 那什么是高阶韩式呢 高阶韩式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韩式 我们可以把韩式当作我们的参数传进去 甚至我们可以把韩式当作我们的变数存出来 就是我们的高阶韩式 所以我们有了这两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我们程式码里面 那在开始继续探讨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其实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有三个类型的韩式 三大类型的韩式 分别是过滤转换跟合并 那就是Filter、Transform跟Combine 那这三种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用这个图来做一个比较 就是Filter它是传进来的值 这边是一个T嘛 它传出来 经过它的转换之后 它还是一个T 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 那个过滤数字的一个例子 那传进来是一个T 传出来也是一个T 就是我们的Filter 那经过我们的条件 那第二个转换 它是传进来是一个T 那经过转换之后 它会把T变成R 那之后可能会变成ListR 所以它还是List 但是它里面的值可能不见了 变得不一样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转换 那Combine是什么 Combine是进来可能是一个ListT 那经过了我们的转换之后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R 就是它不是List 它就是变成一个单一个值 就是我们的Combine 所以广义来说 可以分成这三类 那其实不只是Combine 其实各大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都有这三类的函式 那只是有些名称 它可能用的是比较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都会用类似的名称 所以我觉得学Functional Programming 蛮好就是 我们在不同的语言 可以看到相同的设计的理念在上面 所以我们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学不同的语言 我们首先要先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Filter 这是我们刚刚前面的例子 就是这边有一个例子 就是刚刚前面的例子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例子 我们做了三件事 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先建立临时的变数 我们为了要存这个履造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临时变数来存这个结果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执行我们的过滤条件 所以我们用一个4H 然后来去看这个List里面每一个值 然后来去根据我们的条件 来去判断说哪些值要去加到我们的履造里面 哪些不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过滤条件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结果传出去 所以完成一个过滤的一个函式 我们需要做这三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有看到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值传进去 我们会得到3456 那我们呼叫多次 我们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在前面得到的一个共识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Filter的函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边用一个Filter的函式 那在这个后面我们用的是一个大括号 所以这个大括号 我们刚刚前面知道 这个大括号代表就是LandaExpression 所以它就是一个函式嘛 所以它就是一个函式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it大于等于3 带进去 那它就是等于说把这个条件带进去 它就会帮我们过滤出来我们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结果就会跟我们刚刚是等于的 好 那我们可以写的更简单就是 这边是两行嘛 就是Filter 然后又把它这个结果再印出来 把它存到0次变数再把它印出来 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scope function 那这个scope function呢 就是像比如说run啊 also啊 apply之类的 那这边用一个run 那可以看到是 用我们刚刚用一样的方法 就是我们用一个function reference的方式 去把这个println带进来 那所以带进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行的方式去完成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来去做 我们需要一二三四五六七 可能会需要七行的动作 包含 如果不包含这个function的名称定义的话 但是 如果我们用的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方式 我们可能最多最多 可能只需要一行 最多两行 所以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优点就是 就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 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来设计 来定义 它会 层次码会变少 好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图 就是 这个filter呢 我们会传入的指是一个 比如说t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 刚刚的例子是integer 所以我们经过我们的 我们的条件 我们会传出来 一样是integer 一样是我们的t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filter 传入的指跟传出的指 的type是一样的 好 那 到目前为止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是转换 其实 转换呢 其实有点类似filter 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希望说 这边有个list 是一个string的list 譬如说有一个Andy Ellis Johnson 跟May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名称 不要 不要用这个名称 我们把它转换成它的 Length 就是用Length 转换成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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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回传的是一个List的Integer Integer的List 所以 原本是String 然后它经过转换之后 它变成Integer 所以这是转换 那它会怎么做 同样我们会先去定义一个 可变的一个List 是一个 result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 一样用Fall 我们这边是用Fall 那用Fall去看每一个List 里面的元素 那 然后会把里面的元素的Length 把它加进去我们的旅照里面 那之后呢 我们可能把它 把这个旅照 传出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动作跟我们前面的 类似差不多 那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结果 就会是 这个 这样的结果 就是 原本是一个List 是一个String的List 然后 我们把它 传到我们这个List之后 我们就可以 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 StringList 经过我们的转换 函式之后 我们会得到这个 这个 这个 instituteList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边 用的是一个also 所以 其实 这个scope function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来去组合 不一定要用 刚才用run 好 那 转换函式呢 在 在 Kotlin 里面 叫做Map 我们再介绍一个 叫做Map Map Map就是 很像是我们把 这边的值 映射到另外一边的值 那它用什么方式去映射呢 那就是用 这一个值 用这个方式去映射 所以 这个It 就是代表说 它每一个值 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元素的值 它都会变成It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它就变It 然后的Lens 就会把它 塞到另外一个新的List 里面 那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会更清楚得到说 这个Nam 经过我们的Map 转换之后 我们会希望把它的 每一个元素的Lens 转换成 然后转 应该说 把它的每一个元素 String 转成它的Lens 这样子 然后之后可能就把它 为了要显示 我们把它列印出来 所以 同样的 我们跟前面的来比较 就是 这段函式 它也是用了比较少的程式码 就完成一样的动作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List 它是 左边是输入一个T 也就是说 我们输入的是一个 刚刚是看到的是一个String 那经过我们的转换 我们的转换是 会把这个String 转成Integer 那这个转换过程 就是我们在 我们要在我们的 我们的韩式里面去做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 我们在前面的例子就是 我们会在 这个动作呢 是用这个LanderExpression 来做一个定义 那 在这个结果 会出来的 就是一个ListR 这个R就是Integer 所以转换呢 就是把String 转换成Integer 所以它会是不一样的情别 那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合并 那合并呢 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会把所有的值 把List里面的值 去把它 集合 变成一个单一的值 所以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做一个示范 就是 假设我们有一个List 它只有Integer 然后我们希望加总它 那 加总它 变成一个Song 那当然我们可能用 用传统的方式 我们可能用一个ForeChain 来去做嘛 那为了要把它包成一个韩式 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能 呃 传入一个List 那叫做Numbers 然后 我们会把 先定义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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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它是一个0 那其实只是0嘛 然后经过这个ForeChain 的处理 我们把所有的值 加总 就叠加起来 然后得到一个呕造 所以 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这个结果就会是 就会是55 就是一个正确值 就是我们 当我们List 是1到10的话 那结果就会是这样子 那这边 介绍一个 可并的一个 呃 一个韩式 叫做Reduce 那Reduce 它是 Reduce 它是这样用 就是 它里面 需要两个这个 参数 一个叫做 ACC 那ACC 就是加总值 那 那 I呢 就是现在这个值 那 它会做什么 是 那它会做 ACC 加I 也就是它会叠加 那 Reduce 的ACC 一开始的 预设的ACC 就是 第一个 所以它会从第二个开始加 所以它会这样 加上去 加上去 那我这边 没有画图 如果有画图 可以更清楚 那其实 Reduce有一个兄弟 就是叫做 Fold Fold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零 就是它有带一个初始值 那因为 篇幅的关系 所以把它拿掉了 那所以 呃 我们这边用的是 Reduce 就可以把 这个 加法的东西 就是 呃 我们刚刚说 上了一个动作 去把它加起來 那 其实在 在 Quarter里面的 Standard Library里面 有提供一个 更简单的一个方式 叫做 上 那这个上呢 就是它可以把 这个List去把它 加起来 去把里面的值 全部都加起来 那 所以这个上 就可以 做完 剛剛 Reduce做的事情 这样子 Reduce要做这么多事情 那 上 只要做这样子 就可以把全部都加起来 那当然 其实 如果要做一些 这个上 我们有时候可能 不是只有 呃 不是一个 单纯的一个 Integer的List 我们可能是一个 一个 可能是一个 Dellax 它是包在一个里面 一个物件里面 其中一个Parameter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用上百 之类的东西 或者是用 我们刚刚前面 用的是Reduce 之类的东西 来去做一些变化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用的 所 所写出来的程式码 都会是比原本来的少 那 看一下这个合并的这个图 就是 我们传进来的是一个List T 那经过我们的转换之后 那会得到的是一个R 那这个R就是 经过它可能 经过压缩啊 或经过它处理之后 它会得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它就不是会是List 所以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学习到了 就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有三种类型的函式 分别是 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 Filter 我把它切到前面了 就是 Built Built是 把List 进入转换之后 然后回传的值 回来的型别 也是一样的型别 那第二种是 Transe Form 转换 那转换就是 把带进来的值 带进来的型别 经过转换之后 它会变成另外的型别 那它还是List 那第三种是 Combine 就是合并 那合并呢 就是它把带进来的值 经过转换之后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单一的值 它就不会是List 所以 有这样三大类型的函式 所以 接下來 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函式 来去做 做一个 做一个组合 就是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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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可能会遇到的需求 会用这样子的函式 来去做一些组合 搭配 好 那 刚刚讲到的那些东西就是 我们来稍微复集一下 就是 第一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第一个 它有一个 Pure Function 就是它有存函式 那这个存函式呢 就是它 传进来的值 一定会 每次呼叫都会是得到一样的结果 所以 我们就不用在乎说 哦 我们会不会因为里面中间有哪些State 导致它可能会不同的结果 我们会需要去check那些State 来去得到说 我们会去得到哪些结果 那第二个是 它有高阶寒式 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次的寒式当中 把这个 我们要的动作 当作我们的变数传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寒式的数量减少 甚至我们就可以不用写 特别写一个寒式来做这个 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可以用它里面内建的 coating内建的一些高阶寒式 来去做一些处理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三大类型的寒式 那分别是Built 分别是还有Transform跟Honby 这三种呢 就是分别对应到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众多寒式 那我们现在要看看说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有什么样的优势 那我们同样用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 这边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 假设有一个 有一个Data class叫做Score 那这个Score呢 里面分别是有包含几个 几个东西 就是名称 Score是一个Stream的Type 然后可能有另外三个IntegerType 分别是Mass、English跟Chinese 可能就是有三个数学 三个层级的Integer 这样子 那我们用一个List 来去儲存 儲存一个 儲存这个分数 那分数可能是 比如Andy啊可能是80、70、90 然后Colin可能叫做70、80、90 然后 这边有四个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数列表 那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数学成绩最高的前三名找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转换成Map 这样子 那所以 我们希望说 把前三名找出来用Map 所以 首先我们先定义 我们的韓式名称 那这个韓式名称 我们可能叫做 SortMass to Map 这样子 那 那 我们 Input的值 会是什么 Input的会是一个List Score 所以 我们带进来的是一个 分数的一个列表 那这个列表呢 它是一个List 那我们希望转出来的是一个Map 转出来是一个Map 那分别是用它的名称当作Key 那它的分数当作一个Value 那 我们会怎么样做呢 首先 第一步呢 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这个List 先排序 排什么序呢 用什么排序 我们先用数学成绩来排序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用一个叫做Sorted With 这个韓式 那Sorted With 那Sorted With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韓式 它是用来做一个排序的动作 那 后面呢 我们可以带入一个叫做 Compare By Compare By 带入的是一个 Landard expression 就是一个匿名韩式 我们用这个ItMap 来做一个比对 所以呢 它带进来这个List 它会知道说 它里面的It 就有包含这个Map 所以它就可以用It 应该说用Map 来去做一个比较 所以 它就可以比出来 但是 这样子的动作 它是由低到高 也就是说 它是从分数低的到分数高 所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 要加一个Reverse 就是把这个结果反向 所以 在最前面的 就是分数最高的 然后 接下来是分数比较低的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动作 就是我们可能希望 因为我们希望是回传是一个Map 所以 我们在这边定义了一个 可变的Map 所以用MutableMetal 一个韩式 那这个韩式呢 就是 它的Key是 我们回传的一个String 那它的Value是一个Integer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叫做 是一个ScoreMap 那同样的 我们下面是用一个Fall Fall回圈来去看这个List的值 那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List 排序过了 所以我们用排序过的这个值 来去做一个转换 所以 经过转换之后 我们把这个值 把它塞进去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值 所以 我们把这个值 传出来 所以这个工作 跟我们前面做的动作是一样的 但是 如果我们用Function for Gaming的方式 来去做的话 就可以变得比较直觉 比较简单 第一个是 我们希望把它排序 用 由高到低的方式去排序 然后 第一行就解决了 然后第二行是 我们希望去取前三名的东西 所以Tag3 第二个RongSo 就解决了 那第三个是 我们希望把它转换 转换成什么 名称跟Map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知道Map 它是把 把我们的 Score 转成 一个Map 所以这边是 Pair Pair的一个组合 那最后呢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List 这边到这边还是List 把它转成一个ToMap 所以 最后就会变成我们的Map 所以最后的答案 就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Filter 然后这边是一个Filter 然后Transform 跟Transform 的一个结果 然后特别是这样子 ReturnType 那其实 如果我们用ID来写 它会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可以改成Associate 所以 哇 又变更简单 只要三红扣 如果扣掉这个 列印的这行的话 只要三红扣 就可以解决 我们复杂的事情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我们刚刚一再讲的就是 当我们宣告一个韩式 里面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叫做命令式 我们希望我们的程式做哪些事情 这个程式 要怎么样去做 就是How How you to do something 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用Function programming 它就变成 转换成这个 你的思维要改变 就是你要怎么样 告诉程式 要去做哪些事情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What you to do something 我们要知道是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所以 这有点 事物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一些细微事情 我要不要用回圈 要不要定义 临时变数 我们就不管它 我们只要告诉他 说我们要做哪些动作 就可以了 所以 有一本书叫做 Functional Thinking 这个作者叫做Neil Ford 他說 专注在你的结果 不要在每个步骤上面 那这本书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它很薄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 其实Functional programming 它就是 它用高度的抽象 来去实现我们的需求 就像组合积目一样 我们可以挑选 我们要的Function 来去组合 那 第二个是 当然语意就会更清晰了 那第三个 我们用的是 存凡式 所以它没有可变资料 没有状态可以变更 所以我们 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 我们呼叫到的结果 是唯一的 就是我们 是我们 确实想要的结果 好 那接下来是一些 coating的 韩式的东西 我讲快一点 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说 Functional 就是coating的 Functional 是Table Lab 的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在外面 所以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在 韩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那 接下来是Extension Function Extension Function 就是我们可以 替我们的 韩式 就是我们某一个类别 去扩增 它新的类 新的韩式 譬如说我们 针对这个String 可能 扩增 然后可能针对这个 可空的String 扩增一个 韩式叫做 to non-no string 就是它 不会是空的 字串 所以它的 形别会是String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用这样Extension Function 来去做到 我们原本 韩式 没有做到事情 所以在coating 里面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是有这样优势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 Function 的事情 它提供很多 优势在这边 好 最后最后 最后讲一个 这个Aero 韩式库 就是Aero韩式库 其实是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扩增 就是针对 coating的Standard Library 在扩增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 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 是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coating的Standard Library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Function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 其实不只是 这些韩式 在做 在做 运作 那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一部分 是在做Aero handle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一个叫做 Aero 一个韩式库 那首先 第一个 不是第一个 就是我讲这个 Aero code Aero code 就是它是用来扩充 这个 用来扩充 我们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coating的应用 所以先定义 现在是1.12最新 那 有一个叫做Ether 这个类别 那Ether可以做什么 Ether就是 它可以把 它可以同时存两个值 左边是 错误的值 右边是正确的值 所以这个韩式呢 就是我们 我们想要把 String 转成大写的String 那 但是我们带进来的值 是Nor 所以 Nor的值是不能转的 那我们就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是 如果是 可以转的 我们就变成 大写 把它转到右边 那如果是不能转的 就趴到左边 然后我们告诉他 这个String是Nor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使用这个东西了 可能先定一个类别 然后把它 把这个值带进去 然后 第一个值是 ABC 我们就可以把它 列印出来 它是Ether right ABC 它值是ABC 那如果 带进去的是Nor 它自己的空值 它就会变成Ether Left 它就会被存到左边 然后它里面的值是 InputString IsNor 那你可能会想 那 它是存Ether 我要怎么样使用 我们用这个 GetOrElse GetOrElse 你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 用大怪号包起来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 高阶函式 那这边的内容 就是我们要 它的 它的 它的结果 所以 就是如果我要 取得这个值 或是取得 这个值 那 因为我们ABC 就是我们这个 Upcase String 已经有值的 它已经有ABC 所以它可以直接得到ABC 那如果是NorString 的话 因为它是Nor 它没有值 它是Left 所以我们用 GetOrElse 它就会走到 Else这边 走到456 所以 用这个方式 我们就可以避免 叫NorPointEcession 找到我们的 ArrorHandle 好 那 做个总结 就是 我们存完事 可以让我们韓式呼叫 可以更可靠 那我们可以 用这些高级韓式 我们把我们的动作 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让我们有更高的可图性 那我们的关注点 我们城市的关注点 会改变 就是我们从 How 我们要怎么样去完成这些事情 跟我们要用哪些东西 来完成这些事情 这个观点 会改变 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可能 会用更高的抽象 来去实作我们的需求 更高的抽象 所以就是用那些 已经帮我们 COTEN已经实作好的那些 类别 就是那些韓式 那错误的处理更容易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ERROR的韓式库 好 结束 那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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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OTEN Standard Library 标准韓式库里面 有200多个韓式 在这本书里面 我有帮忙编 好 讲完了 好非常精彩的演讲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现场开放一个问题 后面先举手 后面先举手 是 谢谢 就是我的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想问一下你 第一个就是关于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实作中的应用 你 在你的工作中的Polger 里面会不会去用 像一些RX的这些Library 还是说用刚才的那个 那个Library都已经可以做到 就是不需要再用RX的 因为外面有很多RX的一些Library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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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是看需求 因为这个就是比较 像COTEN Standard Library 它是比较着重在 这个Collection上面的运作 所以针对那些运作 我们可以用那些Function来去组合 其实它里面就已经提供 200多个去韓式 针对这些运用来去使用 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运用的话 就是单纯处理这个List Collection的方式的话 用原生就可以 那刚刚提到Error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要用Functional Programming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就是用 因为原生是没有这些东西 像Ether 或是Option 或是一些 一些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 业界很流行的这些class 他们会用这些class 来处理Error 那这个在原生的COTEN 的Standard Library 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用其他第三方的Library 那现在最多人用的就是 这个Error的Library 那刚刚提到Error Code 就是它主要是用这个 来去做这个扩增 那刚刚讲到Rx 我觉得Rx可能它的功能更强大 可能如果说你是为了要做Functional Programming 或许你不一定需要用Rx 因为Rx它的功能比较强大 好 非常谢谢Andy的演讲 那其实在最后再提醒一下 就是今天的议程如果跟三位讲师有合照 任三位讲师有合照 再加上任何一个提供的话都可以 背包还有限量的那个陶石杯 但是这个是限量有没有 只有三个奖品可以提供 所以就是要强也要快好不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 下一场是在45分喔 好 这就你是投影片 其他都是PDS 哦 对 因为那个他们的人跟我们说就是 建议我们用PDS 哦 所以我全部都建议他们的 所以他刚好也有PDS OK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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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好 好 那 他說英文 真的嗎 謝謝 你是因為衣服嗎 沒有啊 就是我們 反正我們志工就是 如果我們演講的話 跟大家來協助一下 然後 平時該晚晚該自己 我們都會 好 那 可以先跟我們講 然後 先加一下我的臉書 先加一下 好 好 好 很抽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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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你加進去 最後 我先進去 好 好 好 我先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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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進去 好 這可以直接一下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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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